请找历史的足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决定将传家宝当做聘礼交给孝顺自己的那个儿子 为了却遭到儿子嫌弃 如今眼瞅着自己的孙子也快结婚 自己最同爱的孙子也嫌此无态度而坚决不要 无奈的老人只能拿着宝物来到现场寻求专家的帮助 说完老人泪洒当场 现场观众和专家对老人的遭遇表示极大的同情 他们纷纷选择老人的儿孙的不孝顺 随后专家立即对老人的这件紫金皇冠进行气质鉴定 专家一度情绪失控 随后专家激动地说 这件皇冠调供十分的精美 奉冠成球杖 球体上正反两面分别有四颗紫色的宝珠 两边雕刻了各一只凤凰 还有只龙头金插恒冠其中 另外凤冠底部边缘由金网编织而成 整体上充满着抑郁风情 专家经过研究断定 似乎为辽金时期宫中皇后的佩戴宝物 专家笑着说 既然你的儿孙不孝顺 强烈建议你上交 国家会给你一笔不菲的抚养费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